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经过我一次又一次反复读这个歌词之后呢 我很确定其实是爱对方的 其实我还是很爱你的 我觉得在爱情里面我们常常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争吵 或是遇到一些意见不合的时候 我们很有可能会说出一些让自己觉得很后悔的话 或是伤害对方的话 但其实事情过了之后或是事后再想想 其实觉得讲这些其实根本没有必要 我不很爱你了 其实如果你把歌词里面的每一个不拿掉 其实要表达的还是要告诉对方 我还是很爱你的 我还是很在乎你的 这首歌送给你 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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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爱你了 也不想爱你了 我不爱你了 我不爱你了 是不可能的 不爱你是不可以的 若我的说话总太运回了你 再不接心也会暖的 除非是有人夺走了 眼神中彼此的指纹 爱情才可能不被认出的 我不恨爱你了 也不想爱你了 我不爱你的 吻眼紧我所有温热的 我不能爱你了 却是我仅有的部分 不爱你是不可能的 不爱你是不可以的 我不恨爱你了 也不想爱你了 我不爱你的 吻眼紧我所有温热的 我不能爱你了 却是我仅有的部分 不爱你是不可能的 不爱你是不可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